而这一次台中县达仁乡台阪部落的公墓整建 除了会建置那谷墙还有花葬区 并且整建周边道路设施 另外也会保留部分的土葬区 但安葬十年之后 家属仍需要自费挖掘检谷 让土地可以循环的使用 公墓改善计划主要希望能节约土地 未来在达仁乡台阪部落的公墓整建后 将会建置那谷墙还有花葬区 并整建周边道路设施 让整个墓园环境更干净 设施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会做这个那谷墙的设施 那第二个我们会做这个花葬区 那第三个就是会有这个厕所的部分 还有休息室的部分 以及这个停车位的部分 然后整个这个旧公墓原来的那个道路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个等于是环转的那个部分 未来仍会保留部分土葬区 但安葬十年后 家属仍需自费挖掘检谷 让土地可以循环使用 土葬区我们还是会有保留 可是我们会放在上面这个新公墓的地方 因为未来的话土葬区的话 我们是大概十年 你土葬十年你就要做一个启决的动作 我们是希望说土地能够循环使用循环利用 达到节约土地的一个公墓改善的一个政策 建制那谷墙打破传统土葬观念 除了解决墓园满葬问题 也能将墓园绿美化 让公墓不再阴森沉重 记者长洁达人相报道